你看这就是缘分了 我们这回的主题就是更理想的家 开始了 早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杭州这里来试一下领跑的C10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领跑要出C10这样一台车 因为它的尺寸还有配置 各方面跟逍遥是很接近的 那把逍遥改一下不行吗 为什么要出C10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今天来找一下答案 不过我们还是先来回答几个简单点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我个人很关心的 就是这台车开起来跟逍遥到底有没有不一样 逍遥跟逍遥开起来有没有不一样呢 是有的 而且挺明显的 总体上来说 逍遥是要比逍遥更加的年轻清爽一点 逍遥就是现在十二十万车 这个GPS SUV很流行的那种底盘的调教 就是很舒服 但舒服的有点油腻了 而这台车呢它的动作就没那么多 就比如说你快速切个线啊 刹车自动啊 它很快就车身会晃 但很快就能收回来了 但是呢它的油门跟它的自动呢 其实又不是那么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大概啊 就是你可以把逍遥跟MOTO Y放一条线上 逍遥呢会在这台线的中间的位置 分贝仪 林宝的小心机啊 在每台四驾车上面都配了这个分贝仪 看来他们对逍遥的隔音是挺有信心的 这台车很特别 只有前锋档是双层隔音玻璃的 四个门窗都是单层的 在逍遥的征程版上面 顶配车型是前排式双层隔音玻璃啊 那我今天这台呢应该是顶配车型的 但我不排除他们后面还会出一个更加顶配的 因为现在这台车的电池相比逍遥来说啊 这是一个小电池的 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大电池版本啊 不过呢还有一个细节不要忘了是 这台车是一个有框的车门 逍遥呢是无框的车门 那是不是因为用了有框车门之后呢 就可以不用双层更衣玻璃 也达到跟逍遥用了双层更衣玻璃 但是没有框的这个效果呢有这可能啊 反正大理上来说 这台车它的MVH表现呢是可以的 当然没达到顶级的水平啊 但是对于Slide1来说 其实这个表现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你看这就是缘分了啊 我们这回的主题就是更理想的家 你觉得它跟理想L7比起来的话 你才更吸引呢 当然啦如果我说这个C10各方面超越理想L7呢 那就不可能的了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台车的价格 大家猜一下你们觉得这台C10的价格 会是多少呢 C11增程版的起步价指导价啊 149,800 那这台车呢你觉得多少起步呢 但不管怎样吧 我觉得至少它比L7便宜一个10万 但是绝对不是问题的 那所以你考虑这10万的话呢 那我是觉得这台像一点咯 来我们来试一下C10的自动泊车 已经设好了这个快捷按键 刚才它自己出来了哦 那我觉得它这个做的跟宝骏那个有点像 就是你只要车速低的时候 它就一直在扫描这个车位 所以刚才我都没有按它已经出来了 开始泊车 领跑C10的自动泊车呢 好是好但是有个问题呢 就是你能看到它这个车速是很慢的 对趁着它驳车的时候 可以回答大家关心另一个问题啊 就是C10基于的这个四叶炒架构 是不是很牛 因为它是第一台基于四叶炒架构 打造出来的车型啊 四个叶子嘛 它就是把智能车上面四个域 包括车身控制域啊 智能驾驶域啊 智能坐舱域啊 动力域啊 四个域把它整合在一起 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成本会降低 会在车价反映出来的 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整台车的能耗 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优化 今天我拿这个增程车型 它的电池只有28.4度电 为什么说只有呢 因为在C11的200公里续航版本上面呢 是30度电的 它的电量比C11还要小一点 但是它的COTC纯电续航呢 是210公里 比C11还多一点 所以你从这里能看出来 其实它的电耗会比C11更低一点 除了现在低啊 其实往后的话 领跑还可以通过OTA去继续优化它的电耗 比如说非凡就刚刚对F7做了一个OTA 就是把它的能耗优化之后呢 整台车的续航就增加了好像30多公里吧 那这台车因为整合了这个控制域之后呢 其实也有这个能力啊 刚好了挺好车我就说完了啊 简单来说啊 这个四叶炒架构呢 虽然不能说是非常的牛 但确确实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成本更低 然后这个电耗也更加的优化 啦 像不像你看这个车灯 你看那个小尾翼 你看这个低柱 是不是很像 啊 好我们不要看那些大几十万的豪车了 回来看一下这台十来万的 我们可以轻松拥有的领跑410 那其实在十来二十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呢 已经有很多新能源SUV了 从之前一家独大的比亚迪的宋两兄弟到后来新出来的吉利银河L7啊哈佛那边的蛟龙啊很多选择了 不过呢 之前所有的车型基本上都在往卷那个方向去卷 你要什么功能我都给你 当然这台车也是这样的啊 你要空间 他给你空间 你要配置 他给你配置 你要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你看激光雷达 8295的车机 大平车机 这些全都给你了 不过呢 他还有一个自己的特点 他是很有针对性的 针对年轻家庭去开发 那所以他开起来的感觉呢 会比起现在主流的那一堆这个家伙的SUV会更加的年轻一点 更加的运动一点 另外呢主要是他里面的设计 内饰的用料啊 后面的小桌板啊 就可以很方便的帮到大家带小孩出去的时候去喂食啊喂奶这些 所以如果你刚好是一个准备要小孩的家庭啊或者已经有了宝宝的一个新生的家庭的话呢 这台车是挺适合你们的 当然如果你要万金牛车型的话呢 那还有大哥 所以回到我们刚开始那个问题啊 为什么领跑要出这样一台车 很明显的 他已经有一台万金牛的逍遥了 那现在呢是为了更加细分的消费者的需求去开发这样一台车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别的品牌也可以考虑一下针对在这个价位里面可能不同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需求去开发更多的这种车型出来 百花齐放对于消费者来说永远都是好事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关于消灵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知道的话呢 可以上我们大家车的小城区在车问里面 像我提问啊 我的消费啊真的太冷了 嘴巴都冷的说不出话了 我们下回再见吧 拜拜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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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来来来来来 不知道怎么害羞 好跟大家互动一下 大家猜一下领跑消灵的中锁按键在哪里 给两个选项你啊 A在中控屏里面 B在门边这些按键里面 来弹幕走起来 你觉得是A还是B 好答案揭晓都不是 真的猜不到啊 也不是在这里啊 它的中锁按键在这里 方向盘这里 哇解锁身体验啊真的